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可能有点印象 其实他在大陆曾经做得很成功 而在香港亦都有办公室 而最经典的就是当时 这个乐视视频在香港的办公室 一夜关灯 上了报纸 大家都猜不到 好像做得很成功的一家公司 为什么会无端端一夜关灯呢? 当然了 他是一个很快速地爆发 但是也很快速地转世为衰落的一家公司 现在他的人可能流亡海外 所以今集想和师傅探讨一下 不如先说 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按网上的资料 逐点逐点去问问师傅 但是我们先说 在名盘里面 一些基本的资料 师傅你又如何去看他的八字呢? 好了 这段影片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尽快订阅我们 尖点FMTV 同时如果喜欢这段影片 记得赞好订阅 留言和分享 你们每一个支持 对我们的发展都相当重要 未来是我们的五周年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的 他生于1973年12月15日 排出来的命盘就是 生于贵丑年 甲子月 月有日 月木 月木沙 纵冬紫月 冬日无温 我们要找些东西来帮他暖谷 驱寒 这个八字 就这样看 没有火去帮他调后 整体看下去 这个八字 水打出天罡 地支来说 一片金水之气 你看到 这个八字 变相 我们再看看 他过往 用他过往 人生的经历 我们去推测 这个八字 很大机会 是信金水之气 信金水之气 那么 你就会看到 他进入2016之后 兵败如山倒 那么 我颇为相信 这样的 用过去的结果 去反测 起用 是信金水之气 我相信也是 很大机会 这样 那么 那么 他这里信金水之气 你看到 他前半身 基本上 都信封信水 嗯 你看到 虽然他出生 不是很好 是一个 比较普通的家庭 但是 你看到 那些运 贵害运 任淑运 身有运 根身运 这些相对来说 我们叫做 稳步上扬的运 当然 中间 会不会有些阻挤 因为他信金水之气 他更有些榴莲 是带有火土的 嗯 不如我补充一些资料 简单说 其实就是 他在2002年 就开始 展开 这个 叫做 一些 网络事业的业务 是 2004年 开始 他就是去玩 这个 就是无线串流的系统 是 20 跟着之后 同年 他也是 进驻 在北京 是 真的成立 他这个 乐视 这个整个 的模式 是 OK 当年的发展 不需要说 当然很好 短短两年的时间 2006年 他就是 开始跟中央电视台 即央视 展开 电视合作的营运 简单说 他有一些节目 就卖给央视 是 一炮成名 所以令到大家都很关注 这个乐视 他发展的 而他也是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就是 他比小米 即雷军 更加行前得早 就是他在2016年 他是上市 同时他也宣布 就是这个乐视 将会走向一个平台 加内容 加终端 加应用 简单说 就是 手机应用程式的APP 视频的制作 然后再加上一些 生活周边的整体发展 所以也牵涉到他将来 推出那些什么 汽车 平板 资理 很多种种的公司 营运策略 但是 最有趣的地方 就是 就是 2014年 喂 短短就是 4年 4年的时间 其实他已经 有一些问题被人揭发 就是说他在业务上 被一个州政府 说他是旁视偏工 是 然后就是 有很多财政上的困难 就产生了 2017年 最后一根稻草 被人撕走 就是说他在IPO上 是造假的 所以 这个就是他整个 乐视业务上的走势 当然 去到2019年 这些都不再说了 因为基本上 已经按着剧本进行 就是说他不行了 已经是 可能来完整的 那些 我记得年份 这套维基 就没有写到 当时其实 乐视 其中一件事 就是 大家都 哇 觉得哗然的 就是 他曾经买过一次 不知道是世界杯 还是欧国杯 他的版权 而当时 全世界都 咬口 就是因为 他只不过是 作为一个 网络电视 而他是 能够成功 买到 这个 全世界都 看着的 足球球赛 版权 而当时 之前 只是一些 叫传统的 电视台 才去买 他作为一个 网络电视 他就可以买到 所以大家都 哇 认为这个乐视 是一个很厉害的 公司 或者业务 所以如果按 这些年份走势来说 在贾若廷的命盘当中 是怎样去看呢? OK 好 因为贾若廷 这个人 当年 风头一事无两 始终不是香港人 我们没有那么熟悉他 或者我简单说 他是由一个 他走运 一二三 走到四十年 运动 顺风顺利 从出生到 他事业开始摆 他是由一个 普通的农村 一个小伙子 走到他 变成 当时 风头一事无两的企业家 很厉害 大家可以搜寻一下 这三个字 去看看他 为什么我们会拍摄这一集呢? 就是阿Mac之前说过 想拍摄一些 突然间 衰得 很明显那些人的命令 他这个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入了2016之后 就是不行的 很明显的 这样 这个局 其实也有相似度 跟谁的八字呢? 跟潘卓雄那个 我相信潘卓雄那个 也是一些信局 然后走到现在的运局 就是逆局 很多是非前身 因为他不是搞得很大的事 所以现在 不纯粹是非前身 他这个是因为当年玩得太大了 跌下来 也会跌得特别厉害 我们看看 刚才说的 三个榴莲也是很厉害的 02年 04年 06年 这些榴莲 集中在哪里呢? 都集中在这两个大运里 这些就是他观察的大运 我们刚才说了 信金水 气势 信金水气势 这些就是观察大运 观察的大运 代表事业 就是事业的开拼 开厂 拓展 深版图 最厉害的 你刚才说的 02年 04年 06年 都是 在这 两个运里 这两个运是 事业行得最快 最快速发展的 至于说 2016出了问题 2016出了问题 2017出了问题 已经进入了 纪尾运 这个八字 我们说了 水 是一个主导 它走下去 这个纪尾 甲脊 又想化妥 动机想化妥 虽然很难化得成 甲脊 又化妥 比捷 又奪财 然后呢 又逆了局 所以这里开始 这间公司 直接不知去了哪里 那间公司 那间公司 已经不存在了 不存在 香港 我就知道 是 这间公司 不知去了哪里 应该自己 夹了很多钱 在外国 我相信他 但事而言 就没有了 现在夹着一大块钱 我估计在外国 隐姓埋名 我估计 是 这个情况 我们看到1617 这些就是 有很多官司 控告他 是 被人列了 做失信名单 接着又被大陆的证监 规限了永久不能进入证券市场 等等 很多东西 总之他进入了这个运后 所有东西都是问题 他的人生全部都是问题 哦 他应该不会再回大陆 他回来 坐牢的几率 基本上是九成九的 是 或者回去换 他被人斩死也成问题 是 ok 他算不算是 其实通常一些人 叫做突然运势转叉 或者爆叉 是不是通常都是 走运走得早的人呢 你可以这么说 这个是其中之一 走运走得早 少年得志 个人会疯狂一点 这样 那就玩得特别大 再加上他那个时代背景 大陆 刚好手机爆得特别厉害 在2010年之后 玩得特别疯狂 特别疯狂 你跌一定是跌得更加厉害 会是这样的 最重要的是 因为他过往的运 本身的价格是顺其气势的价格 就是很多东西走的话 让别人走得顺利 或者走得快 或者走得轻松 再加上那两个运势 这么确实 个人会更加疯狂 一运势运就卡住了 逆局 如果普通人走到运势运 就没有那么差 只是运势而已 但这些叫逆局 我们这些叫逆局 逆局衰的话 是衰得特别明显 衰运衰得特别明显 分别是这样的 因为这个是局势的问题 普通人的格局 可能我们走水运 没有什么事 可能事业差一点点 这些不同的 逆局 突然走到这些运势运 变了逆局 就是整个格局 打了卡 打了卡 维持不了 这样 这样 这些没有死 幸好 这些可以死人的 走逆局 这样的 是的 OK 如果按他的命盘 这样才算 再下个运势 2026年 再下个运势 2036年 还有没有运势运 没有运势运 他从2016年 43岁之后 开始没有运势运 运势运 运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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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有市区的一面 运章会走完的嘛 但如果你看到这些情况 你告诉他 他可能得到一些你的建议 就是说你未来有这样的趋势 会不会给他一些资讯 可能微雨绸缪 有些东西见好就收 最基本是不要玩这么大 要收的东西 要收水 冰要慢慢收 因为进入这个运 你就基本上是这样的 我们说 应该这么说 在转水运之前那两三年 那些东西就要慢慢以保守的操作 慢慢收一点 我们认知的谁最聪明 就是搞这件事 谁最聪明 就是我们认知的人里面 谁最聪明 聪明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见好就收 他会比别人更加提早收 李嘉诚 哦 他在大陆的资金 很早之前已经撤了 是 有些人想走到就不脱 直到他走完 你们才惊割 就是说不要让李嘉诚跑掉 是啦 别人已经走了 例如你留意下 有时的楼价 他会提早被人砍 是 大家就知道什么事了 如果你有留意他过往的操作的话 是 他现在是砍楼价的 是 那龙楼价是否真的 接下来的向好呢 这一点如果拿他们来参考 就可能 可能真的有些保留 是 是 是 啊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阿嘉诚哥的操作 是 那 相当之有趣 今集我们从这个 假若亭的角度 逆局 潘卓雄应该都像他这些 又是走到逆局 那些东西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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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其实逆局和逆局是怎样去定义呢 他原本是逆局 原本是逆局 逆运的时候逆局 都是逆局 那就是逆风逆水 是 但是你的运 你不会一世人走好运的嘛 走到这些运动的打击 那你就开始 调转了那些东西 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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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是啊 所以你计差就有这些了 这些是比较明显的 是 这样 ok 如果他用回同一个八字 但是是屡命 那会不会是有一个好结果呢 那那些人已经是不同了 那些人已经是 是 难命好一点的 哦 反而是难命好一点的 难命好一点的 是 是 哦 OK 但是结局就未必像他这样 不可能他现在的结局都不比起我们普通人也好 他应该是拿着不知多少钱 在外国临亡的 是 是 是 只不过过几日子就未必 未必那么好 像我们这样做什么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至少我们先回到大陆 他回不了的 一回去应该是真的要坐牢的 是 他这些 那当然了 反而你又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的 是 就是他可能都比我们好的 就是起码他有一大块钱 我们慢慢撕 慢慢撕 在外国 只不过是害怕一点而已 就是可能 保佑他要请多几个而已 对不对 呃 不奇怪的 他夹走了很多钱走的 是啊 有些人很惨的嘛 别人的辛苦钱被你拿走了 是 那间公司又没卖 斩你也知道 是 只不过在外国找到他 是 就是这样 OK 相当之有趣的一集 下一集我们会说什么 那今集我们就说了这些逆局 会突然差得很明显的 下一集我们尝试去说一集是 群比真财的 我们用一些古名来说 过去那几集都说了一些 说了刘世良 说了萧定一 又说了物贾约庭 那我们用一些古名来说 说群比真财 啊 OK 会死人的 会死人的 严重的 因为古代更加不用说 医疗那么差 现代人可能未必 但也一定是不好的 OK 那下一集我们再继续请客 陈俊山师傅了 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 好了 这段影片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尽快订阅我们 赵点FMTV 同时如果喜欢这段影片的话 记得赞好订阅 留言和分享 你们每一个的支持 对我们的发展都相当重要的 未来是我们的五周年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